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第一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海南岛首届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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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海南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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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永不落幕的国际电影节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为全球优秀电影和电影人 提供合作交流的全新空间与机会 anything is impossible skoda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旅游卫视 正在为您直播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开幕式 我是主持人王岐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杨正龙 欢迎收看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开幕式直播节目 今天晚上呢 我们也会在这个海南三亚为您带来全方位的现场报道 我和王岐在旅游卫视北京的演播室向全国的观众朋友问好 没错 我们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从今天也就是12月11号正式开始 一直持续到12月16号 不过在此之前啊 电影节的一些相关活动已经从12月9号陆续的展开了 所以最近如果您在三亚旅行或者有去三亚旅行的意愿 不妨来到我们的海南三亚参与到我们的电影节当中来 是的 我们要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海南岛来参加这场独一无二的电影节 说到独一无二呢 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气质哈 比如说说到这个海南岛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电影 这个谢敬导演这个的电影《红色娘子军》 就是在这个海南岛的五指山拍摄的 是的 而且呢 大家想到海南肯定会想到这个夜风海运啊 这个碧海蓝天啊 海南岛依据这样的这个优势的资源呢 来开展拓展影视的产业 经过多年的沉淀呢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终于是应运而生了 就在今天晚上 我们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 还有明星朋友们 以光影之约共聚海南 一起来享受这场永不落幕的国际电影节 刚刚小龙说到这个电影产业啊 没错 那本次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展开呢 也是进一步扩展了我们海南影视的一个朋友圈 进一步推广了我们海南影视产业的一个发展 像我们这次的电影节也是邀请到了著名的国际影星 成龙大哥担任我们的形象大使 没错 推广我们的电影节啊 除此之外呢 我们电影节也是按照国际的惯例 开设了开幕式啊 闭幕式 我们旅游卫视也将为大家全程直播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影展 活动 评选等等 都是常规的一些活动 具体的一些信息呢 我们赶紧连线到前方的记者 看看他为我们带来哪些最新鲜的消息 那在沙滩上听着海浪看电影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没错 今天呢 在我们三亚的大东海广场上呢 你就可以一次性实现这三个愿望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2018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展映的 将会在这里正式起目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场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观众 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那在接下来为期八天的时间里呢 我们的影展将会分成八个不同的单元进行展映 其中呢 还有一部分的电影的主创人员 还会来到现场 跟我们的所有观众进行交流互动 所以啊 喜欢电影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 此次电影节国际影展中 将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百部电影佳作参与展映 其中步伐多部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影片 影迷朋友不仅能大饱影福 还有机会在影展上 与影片主创团队亲密接触 近距离感受多彩的电影文化 这次影片中呢 我们有分了八个单元 我们叫天涯海角踩出十倍 然后还有近距单元 VR单元和末片现场配乐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次影展 因为结合了我们三亚的这种特殊的地理气候 我们在沙滩上做了一个沙滩影院 在沙滩上看电影 我想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听着海的声音 吹着海风 我们放映非常非常多的 有来自国外电影 也有我们中国的末片 那末片 我们还会做一个现场的配乐 而且是一个中国跟日本音乐人之间的配乐 我想这些都会带给三亚的观众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一个新的体验 为了推进海南电影产业发展 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坚固的格局 此次国际电影展还特别开设了 海南新力量展映单元 公开征集到海南作者海南制作的影片 共七十余部 在影展开始前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顾问 著名导演电影人谢飞 为入围的九部海南优秀作品颁发证书 这一次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其实对于我们海南影人来说 我们期待了许久 真的是期待了许久 因为长久以来 我们的作品 比如说拍完以后总是想往外走 也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一个平台 去发布我们的作品 所以这一次电影节 就是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 也非常荣幸的是 我们两部作品这个入围 这个对我们海南影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刺激 也促使我们能够在 以后的创作过程当中 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以星空为背景 以涛声为伴奏 在山海相容的美景中 具有海南特色的 大东海沙滩影院 成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最浪漫的一张海报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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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是太棒了 你看这么多的观众 这么多的影迷 来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加油 而且刚才在这个记者的采访过程当中 我看到了这个有 我非常敬重的 我们国家著名的导演谢飞 是很有这个分量很重的导演 我又看到了一批批 新的成长起来的 海南当地的年轻人年轻导演 我觉得我们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真的是为很多的新人朋友们 想涉足影视行业的这些新人们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这些老导演带新导演 我觉得是一种新火相传 中国电影新火相传的这样的一种 盛况 而且我觉得本次的影展当中 我看到了好多 我真的特别想看的电影 就包括刚才我看到有 在本年今年2018年 获得这个嘎那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的这个小家伙 这个电影我期待很久了 我真的想马上飞到三家去看一看 可惜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的演播室 为大家带来直播 刚刚郑龙是看到了 这个各个电影人 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画面 我其实关注到了本次的一个特色 和其他的电影展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 就是这次的场地设置 你会发现是在海滩上 沙滩上 其实非常特别 因为郑龙其实去过很多 这样的国际化的电影节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吧 对 我觉得在国内外的众多的电影节当中 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在这个沙滩上 有这个大东海 沙滩影院 大家真的可以赤着双脚 吹着这个海风 然后感受着这个夜风袭袭 然后看着这个大屏幕上的电影 我觉得好像回到了我们这个小时候 真的是看这种露天电影院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感受还蛮怀旧蛮好的 没错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的电影节 也是从全方位多层次的为我们 传达了一个我们电影节的一个主办方的用心 也是想要传达出整个海南岛的 蓬勃向上的一种活力所在 其实说到电影 我们都会想到这个热情激情 它是一个造梦的世界 但是其实像到看到海南岛 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的 有热情有魅力的电影人来参加 那今天晚上我们在直播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同时 到底有哪些精彩的节目 哪些明星艺人电影人 会来到我们海南三亚的现场 这个我相信是大家最关注的 在我们北京演播室 我们也提前为大家来透透风 没错 看了一下这个名单 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开幕式和红毯仪式 真的是星光璀璨 比如说我们的国际影星 尼古拉斯凯奇 这一次也是代表国际影人 站在我们这个颁奖台上 要为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至词 同时呢 还有来自我国的著名影星 像蒋文利啊 张震啊 等等这些实力派的影星 也将会登台之词 除此之外啊 我刚刚说的都是我们 这个业内的一些 前辈大咖们 其实我们这次开幕式 还邀请了很多 新生代的演员 说新生代 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 比如说像吴磊 哇哦 很多人都很喜欢啊 还有杨子 从小看到大 还有现在非常炙手可热的 朱一龙 是的 而且呢 大家肯定也很关注 除了这些走上红地毯的 电影人和明星之外 在我们开幕式的这个表演上 有什么新的亮点呢 在今天晚上的开幕式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 这个被圈内人称作 哈萨克斯坦国宝 及天籁嗓音的迪玛西 今天晚上呢 他会为我们带来 著名的经典电影 泰坦尼克号当中的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心永恒 非常的期待 没错 那除此之外 出席今晚的明星呢 还有来自国家京剧院 和北京京剧院的一些演员们 还有来自中央芭蕾舞团 神秘园乐园 神秘园乐队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出 让我们一起期待 他们的精彩表现 大家好 我是吴思远 我是徐征 我是黄昀 我是郭晓东 我是马思淳 预祝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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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第一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海南岛首届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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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海南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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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永不落步的国际电影节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为全球优秀电影和电影人提供合作 交流的传心空间与机会 Anything is possible 本次的这个开幕式拉开序幕之后呢 我们电影节将隆重的推出 全年展映 全岛放映 全民观影 全产业链的新的模式 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这个政策优势 来搭建国际电影的交流 展映 还有交易的平台 在12月12号到12月16号期间呢 通过举办国际制片人的论坛 女性电影论坛 国际电影教育论坛 以及国际影评人论坛 还有推选委员会的这个中选会 大师嘉年华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 来聚集各地区的优秀电影人 还有我们的艺术家朋友们 共同来为中国电影助力 没错 那本次电影节 也是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部电影参与其中 也是从12月9号开始 一直持续到12月15号 是在海南三亚 亚龙湾 还有海棠湾等区域影院集中展映 所以也是邀请各位朋友 可以去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我们本次国际电影园的盛宴 是的 除了这么多丰富精彩的活动之外 本次国际电影节 还有新的突破和尝试 我们将会在12月15号 组织部分的电影人 还有艺术家来参观 三亚的影视基地和扶贫基地 开展这个别开生面的 艺术家采风扶贫的活动 并且我们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 我们将会在大东海广场的 电影博物馆 举办一场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的资料展演 来用电影诉说光阴的故事 凸显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和电影艺术家们的人文历史关怀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来关注我们旅游卫视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 或者是三亚发布的 这个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的情况 没错 那我们的电影节开幕时 很快就要拉开序幕了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之后将会为您带来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 红毯仪式 网上观看本节目 就在旅游网市 哇 这辆车好美 跟我的新衣服好配 周一到周五 想坐哪就坐哪 周末 它就属于我了 一二三四五 还有两个座位 留给它吧 要不还是浪漫的二人世界 哇 怎能这样啊 你想生活有多美 它就有多美 雪佛兰莫兰多 五加二全能新驾轿 雪佛兰梦创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海南岛首届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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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海南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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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永不落幕的国际电影节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为全球优秀电影和电影人提供合作 交流的传心空间与机会 Anything is possible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旅游卫视为您直播的首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那么现在呢 我们前方的各个国家的电影人和明星朋友们 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导播 切向我们翘首以待的首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红地毯的现场吧 我是旅游卫视的主持人王峰 首先在这里要欢迎各位的到来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在美丽海南三亚的海棠湾 在三亚保利瑰利酒店 一起来见证这样一个星光熠熠的时刻 首先呢 即将要走上红毯的嘉宾 他们虽然说不是电影人 但是和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让我们来欢迎著名的欧洲乐队 神秘园 Let's welcome Secret Garden 为什么说他们跟电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他们为很多电影曾经创作过电影的主题曲 比如说王家卫导演的2046当中 创作电影配乐 好 接下来呢 走到红毯当中的是老戏骨吴海燕 我们欢迎她的到来 好的 谢谢海燕老师 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走上红毯的嘉宾是演员桃红女士 那桃红呢也是国内知名的演员 曾经获得过金鸡奖华表奖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曾经主演过米香生活秀等经典影片 主演过策马孝西风 风云等热门的电视剧作品 让我们欢迎她的到来 接下来呢 走上红毯的是著名演员萨日娜 欢迎您的到来 那接下来呢 要走上红毯的是国际艺人 哈萨克斯坦国宝级的歌手 迪玛西欢迎 好 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走上红毯的是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歌手沈小村 欢迎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走上红毯的嘉宾室 著名导演谢飞 欢迎 好 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欢迎 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艺术家们 好 接下来呢 那欢迎走上红毯的是照相师剧组 他们分别是导演张伟 演员谢刚 娟子马东妍 余上泽 张优 刘玉龙 余慧怡 刘牧 王顺才 那下面一组即将走上红毯的嘉宾 是来自电影《灵水誓言》的剧组 分别是导演谭小燕 插曲演唱者哈萨组合 行日清 韦泽荣 刘美英 演员谭纯一 赵雍 以及赵雍的爱人罗军 欢迎 节的到来 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有请出 香港金像奖协会副主席 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职委 资深影视人文俊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走上红毯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著名影视演员孙茜 以及影视新人王尊 欢迎两位的到来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欢迎走上红毯的事 拥有着多重身份爱 有这个演员歌手 主持人身份的郑凯 欢迎 她是好久不见当中 可爱张扬的特颜 她是影中风流潇洒 复杂多变的配良 而且呢 郑凯还凭借着 宗益节目当中 开朗的个性和猎豹般的 速度广受观众的喜爱 欢迎郑凯 那郑凯呢 现在又多了一种身份 首次担当出品人的 她呢 这个也平凡 也即将和观众们见面了 在不断的尝试和挑战当中 追逐梦想 每一种身份都是开拓路上 拼搏尽弃势的应届 欢迎 来 激进 哇 稍等稍等啊 我们也要问一下郑凯 听说你今天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任务 是不是 是的 今天特别不好意思 抢你的饭碗了 今天我是开幕式的主持人之一 所以我变成了红毯的主持人 其实刚才我们也讲说 你有多重身份 演员歌手主持人 现在还多了一种身份 出品人 你会觉得在这些多重身份当中 你自己更享受哪一个呢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身份 我觉得都是围绕着电影 都是围绕着作品而来的 只要能够拍出好作品给大家 我愿意身兼多职 从出品人到导演到演员到灯光到摄影到长工 我都愿意干 那就是你一个人把所有人的饭碗都抢了 别人都饿死了 当然其实我们从他刚才上台的这个步子啊 觉得跳着就上来了 真的是一点都不紧张 是切换自如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 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的表现 来 这边请 那接下来呢 即将走上红盘的嘉宾是香港的著名影视演员 温碧霞女士 欢迎 相信温碧霞女士是很多人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心目当中的富郎女神 一直都以非常美丽惊艳的形象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 哇 今天依然是非常女神的形象 好美啊 好的 欢迎温碧霞女士呢曾经出演过 扎直 陌路狂吞 烟织扣 亮妹仔等多部电影作品 那么由他和黄维德主演的惊悚玄疑电影《嫌疑者说》 也将于近日和大家见面 欢迎 好美啊 有他的到来真的让美丽的海南岛变得更加美丽来这边请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新上市 用自由的方式 看城市不一样 我爱无车出行 人类在长期与疾病的作战中 产生了医学 如今当医学遇上了人工智能 又会产生怎样的摩擦 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AI脑力觉醒 第一时尚12月15日晚10点为您带来京东奇妙旅行局 局长大佐写新进唱作人周睿在第三站重庆即将出发 看周睿上演暴走戏码 在茫茫人海中如何突破重重难关 寻找局长大佐 这是 加了一笔 说这个人是 四个字 一切精彩尽在第一时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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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oda 黄思庆毕乐阁监制白志忠 监制赵紫斌策划恩庆高娃 好的 欢迎几位 那接下来走上红毯的这一组嘉宾 她们分别是影片追梦的李祖女娃娃的剧组代表 出品人陈露 演员齐伟明 编剧邢伟伦 以及短片玩人测试的两位代表 导演谭炳帅 美术助理兼化妆师郑雅文 欢迎几位 那么这两部作品呢都是入围了海南新力量的单元展映 好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欢迎走上红毯的是短片余光同梦的剧组代表 导演龙世荆以及田金峰梁小凡 欢迎几位 好的 欢迎几位优秀的电影人入场 接下来呢走上红毯的是短片开着房车环导游的剧组代表 导演 附近执行导演韩旭 摄像马龙招 欢迎几位 同时呢让我们欢迎短片龙婆剧组的代表导演王威 制片人胡欣旺 欢迎 欢迎几位 欢迎我们的开着房车环导游剧组还有农婆剧组 欢迎 那么这两部影片呢都是入围了海南新力量单元展映 其中呢影片开着房车环导游记录杨女婿视角下海南的独特魅力和美丽风景 而短片龙婆呢则是以下南洋味背景讲述了两代人的离仇 这些都是我们的海南故事 欢迎几位 好的呢接下来呢走上红毯的一众嘉宾 他们是参加本届国际电影节制片人论坛的专家们 他们分别是 著名的电影制片人约瑟夫班德梅尔 Joseph Brandermeyer 以及参与电影超凡蜘蛛侠电影创作的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制作人 Stefan Castor 以及凭借着指环网电影系列三次获得 奥斯卡最佳特效奖引令世界电影技术潮流的好莱坞特效大师 James White Jones 以及电影方形的制片人Philip Barber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 欲念游戏剧组代表他们分别是 导演兼主演郭涛 主演张子锋 欢迎郭涛和子锋来到海南大国际电影节 ело 那么郭涛呢也是上海国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获得者 那么这部欲念游戏呢是他的导演处女作 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神秘作品 欢迎两位 那子风呢也是平静的电影 你好之华入围了第55届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 欢迎两位 我们也期待在预念游戏当中 带给大家的这样一部精彩的作品 那接下来呢 即将要走上红毯的是 著名影视演员 蒋文丽女士 欢迎两位来请进入到我们财恩室的现场 欢迎子风 欢迎蒋文丽女士 欢迎 那她呢曾经跟我们塑造过很多印象非常深刻的角色 她是金婚礼的文丽 是中国式离婚礼的林晓峰 她在戏中用真实的情感塑造百变的女性形象 曾经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最佳女演员奖 最佳女演员奖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优秀女演员奖 中国电影经济奖 最佳女主角奖等众多的殊荣 欢迎蒋文丽老师 来 其实今天特别想问文丽老师几个问题啊 就是其实你来到海南应该是很多次了 对这里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对于在三亚举办的第一届首届国际电影节 我觉得特别的期待期盼 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电影交流的平台 希望更多的全世界的所有的电影人都来这里 那接下来呢即将走上红毯的是著名演员齐希 欢迎 好的 欢迎请进入到我们的开幕式的现场 接下来呢 让我们欢迎走上红毯的是 中国内地演员导演王宝强 欢迎宝强 好的 接下来呢 让我们大家用你的闪光灯还有尖叫声 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张震走上红毯 欢迎张震先生 他应该是万千女性心目当中的男神了 从15岁出道到现在 在这几十年间可以说他合作过的导演那都是所有全世界最知名的 他给我们展现出来的角色每一个都是非常打动人心的 那接下来呢 走上红毯的是国际巨星尼古拉斯凯奇 好飞去 那 popping een 好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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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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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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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请主持人郑凯 周英琪 李密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阳光海南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远道而来的影迷朋友们 三亚现场的朋友们 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李密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 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旅游卫视现场直播的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 送给中央芭蕾舞团的各位舞者好吗 谢谢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那刚才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 经典电影在海南取景拍摄 也讲述了海南英雄往事的 红色娘子军当中的选段 也把我们的现场 再次带回到电影的美好记忆当中 当然我们也要用此来欢迎 来自全世界各国的电影人们 来到天涯海角 说得太好了 大家好 我是演员郑凯 这里是中国最美的热带海岛 海的缘分将我们连接在一起 今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们 汇聚在这座电影胶片 构筑的舞台 仿佛置身大海的怀抱 共享电影的故事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our extreme pleasure To welcome you to the first ever 海南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非常荣幸 也非常开心 站在这里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开幕式 我是来自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周英奇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很开心啊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知道12月份 北国都已经进入到冰天雪地的季节了 一幅银色世界 可是来到海南那是怎么样 那是一片绿色花海 温暖如春啊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趁这个机会呢 也把海南岛最热情的祝福送给大家 祝光影春意常在 友谊四季常青 是的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 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 也因改革开放而生 在新时代的起点上 海南以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 正成为国际交流 中国风范的改革开放 而我们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也应运而生 全年展映 全岛放映 全民观影 全产业链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旨在以光影会友 促进电影产业的交流合作 打造专业性和国际化兼具的永不落幕的电影节 没错 椰峰海运 白浪沙滩 这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电影节了 海南岛以电影为名 向全世界发出最真诚的邀请 希望各国的电影人以及影迷朋友们 每一年都可以来到我们这儿 来到中国美丽的海南相聚 首先我们接下来要隆重欢迎 海南省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 佟道驰先生致辞 Please welcome with me Mr.佟道驰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Hai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Secretary of Senyak Committee 掌声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我想代表我们海南省政府和三亚市政府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 欢迎全球的电影人来参加 我要代表三亚市政府还有海南省政府来欢迎全球的电影人 还有影迷朋友们来到我们海南三亚 阿甘正传当中的一句经典牌词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会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今天并没有为大家带来这个巧克力盒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海南的夜风海韵 你们喜欢海南的这个棕櫚树吗 如果喜欢就请鼓掌 它说这个是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当中的一个著名的一个领像 今天电影节让我从前所未有的感受到电影离我非常的近 今年我41岁 40年前我并不知道电影是什么 那个时候中国还看不到很多的电影 而现在我们在全球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电影 而且现在去电影院买票 我们并不需要这个现金 我们只需要拿起手机就能够买票了 在这40年当中的巨大的改变 是由于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 以及我们对全世界的开放 这次对于海南岛的影迷来说 是我们第一次拥抱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电影 所以今天我想表达的是我真的是非常热爱电影产业 我也很热爱你们热爱影迷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海南三亚来观影 在电影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人生 不同的生活 每个人都在电影当中提出自己的问题 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还有来生的话 我们应该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很多人都相信 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左脑和右脑所感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我更偏向于理性一些 我是一个更用左脑思维的人 所以我更基于数据 所以我们会从电影数据 以及电影所带来的经济上去考虑 现在电影产业是一个非常生机勃勃 我永远相信科技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步 所以当我们看到电影的发展和电影产业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人生是痛苦的 人生是心酸的 但是电影有的时候会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生活 怎么样的去选择 怎么样去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海南岛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夜 40年前 去到海南岛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渔村 而现在大家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酒店 美丽的沙滩 我们会看到很多精致的酒店 很多的音乐节在这里发生 明年我们将会在海南岛建成一个歌剧院 我相信我们这个海南岛的歌剧院 一定比悉尼的歌剧院建得更好 我们也会邀请全世界的艺术家来到我们的海南歌剧院 海南岛是一个非常拥有优美的环境 能够为我们的电影创造者提供非常优美的环境的地方 并且为你们提供很好的想法 能够帮助大家实现梦想 我们的电影节是基于中国改革 4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 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面孔 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 集聚在海南岛 我们能看到好莱坞的电影 同时也能看到在法国干纳电影节上获奖的电影 甚至很多电影的观众比在本国的观众更多 因为我们有十亿多的电影观众在看他们的电影 而且我们三亿也迎来了很多不同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这边来度假来肯定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海南 我觉得海南岛是一个更加开放的 迎接更多可能性的一个自由贸易港 我们海南岛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港口 而且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 所以在电影产业上我们也是突飞猛进 所以在这里我要欢迎大家来到海南岛三亚 我们会把三亚从一个渔村变成一个盛大的电影的嘉年华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阳光 享受沙滩 享受我们海南的热情的人民 我想用一首诗来表达我的心情 是一个西班牙语诗人的一句诗 路是从这里出发的 海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希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三亚 但是我觉得海南三亚拥有比罗卡更好的沙滩 更美好的环境 刘主席是一个有着广发电影的新专爱好的人 他喜欢美国的电影 喜欢欧洲的电影 喜欢世界各地不同的电影 我保证你们会在海南岛 会享受到更多的艺术形式 比如说有这个我们中国的国粹金剧 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电影节当中感受到 你会看到在全岛展映的不同的电影 也欢迎大家能够借此机会来到我们的三亚市 我想告诉你 我们这边的美食也是非常好 如果在法国有四种美食 意大利有二十种美食的话 在我们的海南岛有八百多种美食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海南岛的这个美食 谢谢大家的到来 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日子 非常感谢海南 谢谢 神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 童道驰先生 a very passionate speech from our leadership here in 三亚 Mr. 童道驰 Thank you so much 再次给他一点掌声好吧 他说海南三亚就是未来之地 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 欢迎全世界的朋友都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前到今天呢 中国还会继续给全世界带来惊喜 an amazing fantastic place a lot of exciting things happening in china and we hope to see more being made in china created in china together with all of you Thank you so much 再次感谢我们的童道驰先生 谢谢 谢谢 谢谢童道驰先生的精彩致词 确实海南三亚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地方 而我想今天呢 我们来自全世界的电影人们 我们相聚一堂 是为了同一个梦想 那这个梦想就是电影 可以说电影是每一个电影人心目当中的神秘园 那我们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它会萃了最优秀的中外电影 也可以说是电影的神秘园 so to a lot of people china still has a lot of secrets and a lot of mysterious points so for our first performance we're going to introduce to you national treasure from Norway they are secret garden they have come all this way especially to bring their blessings and best wishes to the Hain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首先我们要欢迎上场的是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组合 他们是挪威国宝级的乐团 你一定认识他们 他们是秘密园 and they have brought us their classic and it's a song for all of you it's called You Raise Me Up 掌声欢迎 有请神秘园 finula one,two,three and it's a song for all of you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hurt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you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hat my soul may cease and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and here próprio youpent the night and my thoughts Secure the face and attout so you can and that's all of you and time and time and time you wish I was happ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life can be There's no love, no life without eternal I stretch this heart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t, we'd wander So time's silent,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after And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And I am the Lord,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Oh,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he mesmerizing music of Secret Garden,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 was beautiful That was beautiful We can keep you on stage for a second Wow, how do you feel tonight, being at the first e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n Hainan? I think it's such a privilege for us to be invited over here tonight We are so happy that we could do this And I think it's now our 15th time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audiences have really given us their open hearts over all these years So we have a great audience here So we're so grateful Thank you for coming She says She says It's a pleasure to be able to come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ctually, they always like to come to China The Chinese fans let them come to the next five or six times I know that they've done a lot of lessons, right? Actually, they're very proud of the film Yes, in 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artists of the gods And the The Chinese fans have done a lot of music So we also want to be able to join the next one Hello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Hainan, to Sanya So is it the first time you've come to Sanya? Yes, it is the first time we are here Like what Fynula was saying We have been touring China many times But the first time in Sanya and Hainan So we're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Very beautiful place Sur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anya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anya Well, we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Films and music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And the fact that what we see here in China when we tour Is that it is really a way of communicating Especially because most of our music is without words It's a language of the heart So thank you Thank you 同樣期待他們更多精彩的作品 那確實呢 今天我們眾位的電影人們 真的都是歡聚一堂 那就像神秘員剛才所說的 電影它就是一個跨越國家 跨越文化 跨越語言的藝術 是的 而首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 以光影為媒 為各國電影人打起了一個產業發展 人文交流的這麼一個大舞台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好好瞭解一下 這個剛剛誕生最嶄新的電影節的情況 請看大屏幕 海南 中國唯一的熱帶島嶼省份 雨林茂密 鳥羽花香 夜風海韻 陽光沙灘 是中外遊客嚮往的度假天堂 海南島國際電影節 一個嶄新的電影節 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 和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 30周年的重要時刻 應運而生 海南在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 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的起步階段 就舉辦海南島國際電影節 充分體現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促進國際交流合作 互助發展的良好願望和具體行動 電影藝術 用光影表達著人類亘古未滅的故事 講述和情感表達 傳遞著豐富生動的人類精神 我們將以全年展映 全島放映 全民觀影 全產業鏈的新模式 打造國際性 學術性 大眾性的 永不落幕的國際電影節 海南島國際電影節 透過電影 與世界對話 透過電影 與世界對話 謝謝 嗨 我又回來了 想我了嗎 掌聲 掌聲告訴他好嗎 這是我問過最尷尬的問題 那麼首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 是這座海島面向電影的開局立作 本屆電影節 不僅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 近百部電影佳作參與展映 還通過諸多創局 為這場盛世寫下了強有力的主角 鄭凱 我發現你的專業很好啊 是嗎 這是你第一次主持嗎 請問一下 其實不瞞你說 我從高中的時候 就一直幻想自己成為一名知名的主持人 然後呢 然後 這麼多年過去了吧 今天 也感謝這個海南島國際電影節 又給了我一次重操就業的機會 對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只要是為了電影 我願意轉變身份 我願意做主持人 而且又當著台下這麼多領導 這麼多好朋友的面 是吧 超級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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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的情緒 你沒有教育 一定會給我 我問一下 緊張 但是我覺得這種緊張 會讓我顯得更隆重 更庄重 看来是准备好要抢我们的饭碗了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主持人郑凯好吗 从此以后我走上了新的主持人生意 可以跨界了 跨界 同意同意 那你这次来参加我们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我不知道郑凯有什么样的印象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我一直觉得海南岛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地方 但是我今年去了 好比说像威尼斯电影节 还有多伦多电影节 他们都是在非常风景秀丽 天气舒适的这样的城市去举办的 所以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加一战 每年大家都来海南岛电影节 大家好不好 好 而且你更是以后要带着更多你的好角色 跟好电影来到我们海南 以后就不当主持人了 以后就奔着拿影帝来了 我跟你说我很认真的 所以这一次要先作为主持人 要先做贡献是吧 对 其实我们本次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还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项目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掌声有请 对我们本次电影节非常了解的 著名导演谢飞老师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掌声有请 谢老师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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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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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老师那您也是要全程用英文发言吗 都是中国人还是说中文吧 好 正凯有没有问题要问一下谢老师呢 谢老师那您去了这么多的电影节 去了这么多国际的大大大节 您觉得来到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海南岛是我们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 是一个国际有名的旅游度假圣地 我非常高兴海南岛今天开始有了自己的国际电影节 前天我就来了 前天晚上在海边我就参加了电影展映的开幕式 很多观众坐在沙滩上穿着泳装 看着荧幕上放映的冰天雪地的挪威的世界 太精彩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电影节的特点 我要用三个词来说 第一个是warm 热烈 第二个 leisure 休闲 第三个 romantic 浪漫 太棒了 这个节呢因为我了解你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电影展映搜集了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 近百部优秀的新片 其中既有一些传统的故事和记录的长片 也有些新生的年轻电影人的短片 既有传统的中国金剧 也有最新科学技术做成的VR模拟现实 虚拟现实的影片 特别我想去看的就是 有把中外古老的墨片 用现代音乐家配上音乐 在海滩放映 所以电影节目非常丰富 同时还有很多各国的电影人和大师 跟观众一块举行十四场的各种主题的论坛 所以一周里节目是丰富多彩的 希望观众们踊跃参加 希望这次展映成功 谢谢 谢谢 谢导说得太好了 谢导刚才形容得非常贴切 我们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最热的一个电影节 不仅我们的天气蛮热的 而且我们的电影活动也是非常的热烈 那在这里谢导能不能也跟我们很多的影迷 透露一下本次电影节 大概都有哪一些规划 哪一些精彩的活动呢 刚才都说了特别放电影是最后 我觉得电影节第一位的任务是放电影看电影 所以我已经看了几场电影了 我也希望海南三亚的观众们 踊跃地到洪树林电影院去看电影 另外我们有十四场的活动 这些呢有大师讲课 也有最美景地的介绍 还有很多中国大概近千家电影院经理到这来做芯片选择 所以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谢谢 谢谢谢导的推荐 精彩分成一定不容错过 再次谢谢你 谢谢 拜拜 谢谢导演 我们也要把掌声再次送给郑凯 谢谢 谢谢 好 我去背下一段词了 好 欢送一下 感谢 好的朋友们 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上的这一位 可以说是跟海南有着非常不解的缘分 非常深厚的情谊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刘一位老师 掌声有请 刘老师您好 刘老师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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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次搭档了 非常地荣幸 您好 各位好 欢迎刘亦为老师 被郑凯抢走了我的本份工作 只好来谈谈电影了 其实刘老师刚才我在介绍当中也说了 您是跟海南很有缘分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前一段时间大热的中美核拍片《巨齿沙》 您也是制片人之一 而且这部电影就是在海南有取景 而且三亚的群众演员多达两千多人 我们电影的最后十几分钟全部是在三亚拍的 当时群众演员多达两千多人 那这次来到我们的 再次来到海南啊 而且来到我们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我不知道刘亦为老师您有什么独特的感受 非常荣幸能够跟各位同仁 海内外的同仁 共同见证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诞生 这也意味着我们改革开放的生化 彰显了我们对外开放 迎接未来的信心和热情 所以也看得出来刘亦为老师还是很喜欢海南 以后如果有在海南拍戏能否也带上我 我也来客串一个 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海南省政府能够给我们电影人在这工作提供更好的条件 好的 其实也要给大家来宣布一下 其实我们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一个海岛痊愈性的电影节 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我们电影节将会在三亚海口 琼海等地区来放映优秀的国内外电影 那也会在像沙滩影院 露天影院 城市影院等地方来进行这些优秀电影的放映 也希望所有的影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电影的嘉年华 是的 在此受主委会委托 我们要宣布一下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和其他的电影节不尽相同 其他电影节都是在一周之内就把所有活动都完成了 但是将来海南岛电影节将把电影分成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把它作为一个常态在海南岛不断地放映电影 将来引导海南岛来玩 随时随地都能够亲近世界各地的电影 海南岛之旅会成为真正的文化之旅 是的 这也是我们中国影迷的一个非常难得的 跟电影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机会 那此又作为东道主 我们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 那同时也是电影世界影史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我们也为世界影坛贡献了许多优秀的影片 这些影片呢 有故事片 有纪录片 我们还有一个影片的种类 叫做金句电影 2011年7月开始 在中央首长的亲自倡导和推动下 由中宣部大力支持和指导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 金句电影工程隆重启动 这一工程呢 既是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致敬 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创新 那今天呢 参与我们金句电影工程的各位艺术家们 也历临现场 那接下来呢 也希望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好吗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让我们隆重介绍 好 著名金句表演艺术家 上长荣先生 好 我们要欢迎李维康女士 叶绍兰先生 赵宝秀女士 谭孝珍先生 于奎志先生 李慎树女士 王荣荣女士 史一虎女士 青年金句艺术家王燕女士 以及丁小军女士 让我们叫一声 好 好 欢迎我们各位艺术家的到来 那金句电影工程也是成功的排演拍摄和 供应了第一批的十部影片 在此我们也非常荣幸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他们分别是 大王别姬 勘玉川 龙凤成祥 木桂英挂帅 乾坤福寿静 秦香莲 萧和叶月下追寒信 谢瑶环 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 壮元梅 来响起我们热烈的掌声吧 我们所有的 金句电影工程领导小组还特别授权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全年进行公益性的放映 戏名影迷朋友可以在这个地方大饱眼福了 是的那金句电影工程领导小组也在昨天向我们组委会特别赠送了50套的电影光盘和图书 要再次将我们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下面让我们有请上长荣老师李维康老师 以及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萍先生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仲伦先生 上海广播电视台监视长导演 陈俊杰先生登台有请各位 有请各位 好朋友们也再次让我们用掌声感谢各位嘉宾 欢迎大家 那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日子里 我们也希望我们各位来宾也可以送上对于我们电影节的祝福 那每人一句话好不好 我们可否先从尚老师先开始 各位嘉宾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见到大家 我们京剧人 忠心地感谢我们的老首长 他亲自地倡导 推动我们京剧电影工程 那么这个工程 那么为我们传承 发展京剧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那么目前呢 我们已经前十部 已经拍摄完成 希望大家喜欢 支持去观看 谢谢李老师 一定支持 尚老师 尚老师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 杰出的戏曲艺术 插上电影的翅膀 必将育满神舟 腾飞于五舟四大洋 好 太棒了 来 我们接下来有请江总 任总吧 这边近一点 电影呢 实际上跟京剧是有缘的 中国电影的第一部 就是京剧 定军三 所以这一次我们很荣幸 我们上海电影集团 和我们上海京剧院 以及我们上海电视台 在第一批十部影片当中 我们拍了三部 所以我们由此感谢中央领导 也感谢国家 京剧电影工程的领导小组 我们一定用电影 把经典的京剧 拍成精品电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任总 首先热烈祝贺 海上岛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的 隆重顺利的开幕 其实中国电影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京剧电影 刚才任总讲了 中国电影的第一部 1905年的定军三 就是京剧 其实我们不少电影导演 马冲杰导演 夏刚导演都在 我们很多导演都立志于 把中国的国际京剧 拍成能够让影迷戏迷都喜欢的电影 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十步 我们还将继续努力 京剧跟电影的连妹 必将跃成重生 谢谢 谢谢 好 江平总经理 海南岛办国际电影节 在此刻 在此时 特别有意义 123年前的现在 全世界的第一批电影 在法国诞生 113年前的现在 12月 中国的第一部电影 在北京诞生 那部电影的主演 就是今天在座的谭正言先生的 高祖父 谭新培老先生 那就是一部京剧电影 谭先生您站一站好吧 亮亮相 欢迎您 他们家七代人拍电影 一直还在拍电影 所以今天我觉得 在这儿举行这么一个电影节 特别有意义 再就是 从来没有一个海岛上发生的故事 在中国 三次被搬上荧幕 而且是同一个故事 同一个主题 这就是 梁信同志编剧的 红色娘子军 一次是上海电影制片厂 拍摄的故事影片 一次是金剧电影 一次是五剧电影 到现在还记得 金剧电影里边 有两句唱 接过红军手中的枪 接过红旗肩上扛 李老师应该能记得 杜静芳老师唱的 所以我们今天 要接过红军手中的枪 要接过红旗肩上扛 做到胸中有大意 心里有人名 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 把咱们电影节越办越好 好 谢谢 在此呢 我们祝愿中国的传统文化 可以心火相传 中国的电影创新 未来可期 谢谢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 送给各位嘉宾 谢谢你们的祝福 感谢各位 可以先入席就座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来 有请李老师 上老师 有请 太棒了 谢谢 谢谢各位的祝福 确实啊 刘一维老师 通过几位嘉宾的讲述 我们也真的可以 再次感受到 我们的海南跟电影 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缘分 那接下来呢 朋友们 我们就要请大家来欣赏 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胜素给我们带来的 京剧电影工程当中的影片 获得过金鸡奖的 木桂英挂帅的选段 掌声有请 有请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非常感谢李宗盛 The amazing李宗盛 With more magic from Beijing Opera 谢谢 Amazing 也没有给我回眸一笑 Unbelievable Not bad So good 给他点掌声好吧 这可是郑凯 好久没有拿着话筒做主持人 是从来没有 用英语主持还是第一次 那也就是不敢 再来一段 Welcome everyone See you next yea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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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OK 刚刚我们看到是李晨树老师给我们带来 京剧的独特魅力 And we hope to see more of the magic of Beijing Opera Live forever on the silver screen 所以因为呢我们知道京剧电影工程第二批影片 也正在进行剧目的选择和拍摄 所以我们期待又有一批京剧电影的经典诞生 没错 那今年海南岛与电影结缘 吸引了众多优秀的新片参展参演 反映了电影行业源源不断的创作力量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位我的好朋友 也是青年演员朱一龙上台 为大家来分享本届电影节 中国电影市场2019新片推介会 有请朱一龙 哈喽一龙 哎呀老朋友又见面了 大家不知道啊 其实我和一龙还有一份特殊的缘分 我们俩的生日是同月同日生的 真的 你看这一天 性格上像吗 性格上像啊 主要是这一天生的人长得都这么帅 都是非常帅 那一龙跟大家问个好吧 大家好 我是朱一龙 很荣幸可以来参加海南岛首届的国际电影节 那今天我们知道作为青年演员的朱一龙 听到我们有这个电影节支持新片的举措 应该很兴奋的 可不可以多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片推介会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市场 2019芯片推荐会将从12月13日开始 连续推出69部新的影片 推荐会呢 它的目的是立志于帮助更多芯片以更直接更集中的一个方式 来面向院线 进行更高效的推广 这次推荐会也希望可以根据各个制片方的需求 定制化的设计芯片媒体推荐会活动 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中国及国际优秀的电影推向市场 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今年是第九个年头 所以作为一个青年演员 我一直坚信中国的电影会越来越好 中国的电影市场会越来越繁荣 我希望我下次来到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时候 可以带着自己满意的电影作品到这里来 谢谢大家 谢谢朱一龙先生的祝福 谢谢您 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你的好作品 也希望你有机会来海南推出自己的作品 好吗 谢谢一龙 海南岛拥有迷人的热带风光 无论是茂密的雨林 湛蓝的大海 还是这个细染的沙滩 其实呢 都是有非常非常独特的魅力的 包括它的民族风貌 那其实呢 我们很多的游客 对了海南岛有这个美好的印象之外呢 它也成为了很多电影的取景地 是的 经典电影《红色娘子军》 还有今年热映的国际核拍大片《巨齿沙》 都曾在海南岛取景 无可取代的魅力 让这座海岛成为了天然的影视拍摄基地 接下来掌声有请著名演员刘之斌 为我们分享本届电影节的活动之一 首届全国拍摄景点推荐大会 您好 乐老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您好 请用世界各国语言 跟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们打个招呼好吗 我还是说国语比较好 好的 也可以 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刘之斌 刘之斌经常来海南吗 是的 之前很多次到过海南 但是这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感觉有所不同 因为作为一个电影人 以今天的这个主题 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还是非常幸运 海南岛 有如一座美丽的王冠 坐落在祖国的南海 而电影以其独有的魅力 和极其丰富的创作手段 成为诸多艺术门类当中 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 当这颗明珠镶嵌在王冠之上 它一定会绽放出 更加夺目的光彩 希望这两个完美的结合 能够为海南各族人民的生活 增光天彩增加幸福感 也希望由此 引来世界对海南瞩目的目光 谢谢刘之斌先生 讲得真好 谢谢刘老师 而这一次呢 我们知道首届全国拍摄 景点大展呢 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 一个创举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请刘之斌老师 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个人理解 电影玄景 应该是整个电影生产流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海南风景秀丽 景色宜人 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 那么有很多家喻户晓 甚至局势文明的著名景点 已经存在了 其实还有很多灵山秀水 等待着我们电影人 勤奋地去挖掘 开拓推广 所以说 我们办这个大展的目的 我认为应该是 通过电影的镜头 利用电影节的影响力 聚焦明山大川 把我们美好的山水 汇入人民的心底 尤其是要以电影的影响力 和丰富的表现手段 对那些个困苦的 这个边疆 贫困地区的景点 作为重点推荐 使之 与这个环保脱贫啊 这些个有效的结合 推出更多的这个 具有工艺色彩的电影作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 加入到大展当中来 为大展做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刘志明先生 非常感谢您 这个创想非常的好 也希望大家积极投入到其中 确实呢 中国有很多神秘的角落 好多人没有去过 那里的风景才秀丽的 那说到海南 那可是山海交织 阳光普照 而中国幅员辽阔 山川雄魂 不如眼见为时 Next slide from China's rich history We introduce to you The incredible breathtaking beauties of Hainan and also the wonders of amazing China Please do consider shooting your locations here 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看一下 领略一下大美中国 以及神奇的海南 请看大屏幕 赶快来看大屏幕 五十年后 二十年后 那么五十年后 我还不在这儿 乖 我要到海南省的声音 全世界的你都要听见 五十年后 真不愧是阳光的天堂 所以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来到海南岛 通过电影了解海南 走进海南 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 是的 那就在前天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国际影展开幕式 也在海南省三亚市大东海广场沙滩举行有92部优秀的中外影片集中展映 是的 其中开幕影片照相师讲述了一家照相馆兴衰的故事 通过祖孙三代的人和事诉说了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开拓与创新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导演的创作花絮一睹为快 请看大屏幕 请看 大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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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也是折射出来了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变迁 所以今天朋友们照相师这部电影的主创也来到了我们开幕式的现场 我们用掌声请上他们好吗 好 来 好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导演张维 演员谢刚 娟子 马东岩 上泽 张忧 刘玉龙和余慧 有请各位有请照相师剧组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有请各位 好 我们也再次想起掌声欢迎他们 欢迎大家的到来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在一部电影跟所有朋友将要见面的时刻 说我们各位主创应该是心情最为激动的 那我们这部电影刚才也说了 也是我们这次国际展映的开幕影片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殊荣 所以在此呢首先要采访一下导演张维 张导想通过我们这部电影传递给全世界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 你好 我是照相师导演张维 我这部电影呢是以深圳为故事 讲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圳的变化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也会喜欢这部影片 谢谢 一定会喜欢 一定到时候会去支持 谢谢导演 导演说的非常的严谨意盖 对不对 那除了导演 不能忘了我们演员呀 是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向各位演员老师也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 我是谢刚 是中国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我在照相师这部片子里边 我演的是一家三代照相师 我演的是那个爷爷 蔡强仁 欢迎您 谢老师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演员娟子 在电影照相师里面 在电影照相师里面 我扮演的是女主角陈文娟 谢谢 各位来宾晚上好 我是演员马东岩 在这部电影中 饰演工程兵刘北方 大家好 我是演员尚泽 在照相师这部电影中 我扮演的是第三代的创业者李大可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部电影 谢谢大家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刘宇隆 在照相师里我扮演 蔡仁祥的老邻居 肥仔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演员余慧怡 在这部影片当中 我扮演的是广东本土的客家人阿妹 然后在这部戏里面呢 就是见证着这个开放四十年的这个历程的 好的 非常棒 好 那这部电影即将跟我们见面了 再问一下上映的日期是 十二月十二号就是明天 明天就上映了 OK 那我们在这里祝愿照相师这部电影 票房大麦 是的 票房跟口碑齐飞 谢谢 再次感谢照相师的主创来到现场 谢谢各位 可以先入席休息一下 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 感觉好像在做电影的宣传 逃影院了 你发现没有 其实电影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艺术 因为它就像是世界各国文化的一个交流 我们通过一方小小的荧幕 看到的却是大大的事件 没错 一部优秀的电影 在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同时 也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 留下了一份共同的美好回忆 那朋友们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哈萨克斯坦 国宝级歌手迪玛西 给我们带来电影《太太尼克号》当中的经典曲目 《我心永恒》 让我们在电影的音乐当中感受到电影艺术的魅力 掌声有请 谢谢 《我心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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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is gone Once more you hope for me I will open the door And you'll hear in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the door Love cannot just one time And last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 go Love is when I loved you What true time I called you In my heart, my heart will go on Be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is gone Once more you open the door And you'll hear in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the door And you'll hear in your heart Yes, as it is values I feel and I know that my heart will go on We'll stay forever this way You are saving my heart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I hear this love and I feel And I know that nothing you know We'll stay forever this way You are saving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We'll stay forever this way You are saving my heart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And my heart will go on 那也有很多的电影人呢 也给我们的电影节 发来了他们的祝福 那我们接下来就通过大屏幕 一起来听听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明道 热烈祝贺海南自贸区 举办电影节 我是唐嫣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导演尹丽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彭玉畅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热烈祝贺海南自贸区 举办电影节 大家好 我是周冬雨 大家好 我是董杰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郭晓东 热烈祝贺海南自贸区 举办电影节 我是胡思彦 热烈祝贺海南自贸区 举办电影节 大家好 我是演员吴刚 热烈祝贺海南自贸区 举办电影节 我是宁浩 热烈祝贺海南自贸区 举办电影节 大家好 我是李志廷 在这里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吴好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田玉生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我是江书颖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贾乃亮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哈喽大家好 我是钟楚希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哈喽大家好 我是郭涛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赵涛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我是唐惠敏 热烈祝贺海南自贸区 举办电影节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鹏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嗨大家好 我是演员鲍贝尔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侯勇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丁盛 在这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颜丹臣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关晓彤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王千元 预祝海南岛国际电视节 圆满成功 耶 耶 是的 今天太热闹了 这么多圈内的好朋友 用VCR的形式 送来了他们的祝福 当然光送VCR是不够的 以后还是要亲自来到三亚 好不好 那今天就有几位来到了现场 他们也想用 这样的方式来 为我们送一些祝福 有请我最敬爱的 蒋文立老师 还有张振大哥 所以 now we invite onto the stag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Film Ministry award-winning actress 蒋文立 以及 award-winning actor 张振 两位都是非常著名的演员 我们掌声是不是可以 再热情一点 That's right 来到中间 欢迎 我们知道两位呢 今天来到这个海南的首届国际电影间 真的是给我们增添很多光彩 但我也知道您也是每一年是不是都会来海南 你怎么知道 我好像有一点小消息 是是是 以前快成海南的一个导游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特别美丽温暖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次非常地荣幸能够作为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这是一个美丽游的一个参与者 能够把我们美丽浪漫的三亚推介到全世界 这是我的一个荣幸 然后用电影的方式来介绍 来让我们的中国电影人和世界电影人来进行交流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和美好的一件事情 也希望中国电影更多的走向世界 也借着这个电影节的机会 能够让更多的我们海南的人和中国的人 看到不同形式的世界电影 谢谢大家 谢谢蒋维丽 好那张正哥 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 我上一次来海南岛是来拍摄一个电影 然后这个是我第二次来到海南岛 然后昨天一下飞机的时候 就是这里阳光就是很温暖 然后空气很潮湿 然后海风吹拂 海浪的声音 就这一切都是依然如此的美好 充满着热情 然后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能够受邀来此见证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一个起航 然后身为一个华语电影人 希望电影节能够为 国际影人的交流 然后为华语电影推向更远的一个平台 然后在此祝愿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能够圆满顺利成功 谢谢 谢谢两位讲得非常好 两位也经常出席世界各大的电影节 你有什么祝愿给海南让海南可以变成独一无二的一个国际电影节 第一他可能是最年轻的最热带的 还有什么大家可以跟我们在这边 我觉得今天一直听到一个就是没有想到就是这里是其实是很浪漫的一个地方 想想看坐在海滩然后坐在室外海滩上面然后看着电影 然后如果是墨剧然后还可以有人帮你重新配乐 我觉得对一个观众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看电影 我觉得当观众是最幸福的 如果有一整年都可以放不同的电影给大家看 哇但是 太棒了 张正哥说着说着不自觉的已经闭上眼睛 开始想象自己在沙滩上看电影的感觉了 穿着裤衩去看 我建议我们下次都不要穿西装 我们穿沙滩裤主持好不好 挺好挺好挺好 确实他们有导服啊 可以适合你们 姜文丽呢 对啊我刚才听谢飞老师介绍 我觉得这个前几天啊 大家在穿着泳衣在沙滩上看电影啊 这个是我也想去看一看的一个盛况 然后这是最浪漫最随意最自在的一个电影节吧 嗯我希望能够能够以后每年都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位导演提供的指导 也谢谢张震 谢谢两位 谢谢我们中国电影界的代表 谢谢二位 谢谢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一位呢 是一路从香港打到好莱坞 而我说的这个打是怎么样的打是真把这个手啊 脚啊抬出来打 嗯 可是呢你看到她这位美丽的女神呢 天哪 你想象不到 our most famous and favorite femme fatale she is Maggie Q 也是本届我们首届海南国际电影节的国际交流大使 she is ambassador this time of our first ever highlan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what a great ambassador she is 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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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来中间 太美太美了 我跟你说女神刚刚在台下一直坐在 nicolas cage的旁边呢 是 我觉得他们在洽谈以后来海南拍电影的事情是吗 were you guys talking about shooting a movie maybe in hainan you know i only see nick in china i don't know why we never see each other in la but we we do always see each other here really why not nick he's open i don't oh it's okay conversation over 她已经准备这个问题很久了 她打算问每一位外籍嘉宾 do you have wechat 你有微信吗 magi qna you are the ambassador this time and this is the youngest newest film festival in the world it is in china at the southern point of china what do you want it to say to everybody 你试试讲一点普通话吗 好不好吗 张掌听他讲普通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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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it's it's a privilege i believe to be included in this you know china has always been so embracing of me i don't know why but it's been it very wonderful and some of my most fond memories have been filming in china with chinese filmmakers so for me it's exciting to be the ambassador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rt of view on this festival because in fact my culture is i am western and eastern so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having me and also good luck to everybody who's at the festival this year maggie q okay可以掌声 nick is ready for his applause magi q 确实她说非常的荣幸能够加入到 这次的首届海南国际电影节她说由于她是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 能够被中国的电影人这么的包容的 这么拥戴她非常的荣幸 而且她最美好的一些拍电影的一些回忆都是在中国 跟中国的电影人所以在这边深深的祝福 我们海南国际电影街 thank you that was lovel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any more questions 政开 would you like to ask just wechat no no phone numbers okay can i take a selfie selfie 大家合影 okay maybe afterwards 谢谢magi thank you maggie q thank you 我们有中国电影界的代表 我们有中西交流的这么一位的美丽的代表 接下来这位代表你来介绍吧 你看刚才我全程都是这个心脏蹦蹦跳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对因为真的是我的女神一直站在我的身边 我只想默默地静静地欣赏她就好了 那下一位厉害了 女神上来之后 该到男神了 这位男神 我先报几个作品给大家听听啊 永闯夺命岛 空中监狱 do we have fans in the house yes we have fans in the house 灵魂战车有没有 wow lady and gentlemen lady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Mr.Nicolas Cage 全场欢呼 海南飞腾了 今天非常高兴要请到 Mr.Nicolas Cage to Hainan's first e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Welcome to China I'm assuming again I shake hands with Nicolas Cage Ni hao Can I say something Yeah Thanks for having me here Do you have WeChat I do not Oh it's okay Not at all Sorry to say You have to have Nick you have to have WeChat It's just the thing to do WeChat you know Sanya Shuzi He already explained WeChat you can buy things You can take the taxi You can order food I will certainly look into it Maggie Q is wonderful up here She's a great lady and a great actress And it's true what you said We always see each other in China And she has one of the best senses of humor of anyone He has one of the best senses of humor of anyone We like her a lot too Actually in fact The last time I saw you was in China In Guangzhou Oh yeah It was a wonderful time So I met her on the last time She was in Guangzhou Now tell us You've worked with directors And movie make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Mr. John Wu Absolutely From one of the great movies Of you know all history Tell us your impression of Chinese films Do you I think that for me Chinese cinema is one of the great cinema of the world I find it very musical I find it operatic And by the way The opera singer just a minute ago was extraordinary And I find it exciting It influences me I try to look at all cinema internationally Because I learned something I certainly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Chinese film 我剛剛問了ICH mä 就說他在世界各地都有跟各地電影合作 也包括我們中國的吳宇森先生 他對中國電影的印象 他說對中國電影 他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種電影藝術 因為在這裡呢 他可以發現很多影響他的一些新的元素 特別的讓他興奮 除此以外 還有我們剛剛看的深厚的金句 還有很多這種非常有詩憶性的畫面 讓她印象深刻 好 那我想问一些稍微实际一点的问题 想问Nikolas先生 未来有没有计划在中国拍电影 或者在汉南岛拍电影 或者有没有计划和中国的演员合作一下 就说有 你好 就说有 有有 OK all right not sure I know what you just said but yeah 他们对话了 I'm just asking Do you have any further plans for movie shooting in China oh well you know I've been very fortunate to be invited to your beautiful country for many years now but 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 not really but I can tell you as soon as I met Hainan I knew it was paradise so I know you'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filmmakers want to join you here so any actors or actress you like in China Chinese actors oh yeah well I love Gong Li I love Tony Leong of course Chow Yun-Fat I'm very excited about hopefully working with John Wu again one day I also worked with Danny and Oxide Pang on a movie called Bangkok Dangerous they were two twin brothers and they would never tell me which one was which and they were always playing tricks on me 她说她特别期待跟中国电影人合作 她说第一次来到海南已经感受到这里是一个热带天堂了 那中国电影人给她印象比较深刻的包括巩利啊 周润发 还有我们这个一对华裔的 当时的所有人在这里 你已经准备了一些东西 我花了一段时间 写一些东西 因为我非常感动 你再次邀请我 去美丽的国家 谢谢中国人 谢谢中国的电影业 我们已经很久的朋友了 谢谢中国的电影业 谢谢中国的人民 我们已经是很久的好朋友了 他非常激动能够参与到 首届海南国际电影节 也特别激动看到中国呢 向全世界的电影人 开放海南岛这么一个美丽天堂 这里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景 无论是一个动作片 还是一个浪漫喜剧 相信这会为所有参与的朋友 带来巨大的成功跟幸福 他说他回去一定会跟他所有好莱坞电影界的朋友分享 一定要来到海南 在这里好好的跟这里的电影人呢 一起的共襄深举 以最和谐最美妙的方照 方式创作更多好作品 非常感动 谢谢大家对他的热情 以及热情的招待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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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坐在我旁边 我知不知道郑凯本来想跟他一起走的是吧 对我觉得我要下去跟 你哥拉斯先生聊一聊 进一步的合作 好的 欢迎你 好的 非常感谢你 接下来我也欢迎李密 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 跟这么多中国的电影人 还有国际的电影友人呢 一起聊到我们海南国际电影节的未来 我们非常的激动 也充满的期待 是的 那接下来呢 也到了我们今天晚上 作为受人瞩目的时刻了 朋友们 那我们也要用掌声来请上 几位嘉宾要登上我们的舞台 他们是 让我们掌声有请海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次贵 有请海南省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佟道池 国家电影局副局长李国琪 国际电影人 尼古拉斯凯奇 中国著名演员张震 蒋文利共同登台 来开启本届电影节的盛大帷幕 有请各位 It is our deep pleasure to welcome our VIPs to the stage to officially open the Hain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Please welcome Mr. Liu Ciguï Secretary of the CPC Hai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Hainan Province People's Congress Mr. Tung Dao-Chi Mr. Tung Dao-Chi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Hai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Secretary of Sanya Committee Mr. Li Guo-Chi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ilm 以及我们的International Film Star Mr. Nicholas Cage 中国著名演员张震 蒋文利 一起来进行我们的开幕仪式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在舞台的中间 我们电影节的logo三角煤 是由胶片构成的三角煤 已经是在近代开放了 那象征着电影节会热情地 欢迎全世界的演员来这里做客 共创传奇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我们接下来要用的启动仪式的方式 要用水 我们知道水是生命之源 我们海南岛是一个海岛 海洋是生命之源 我们现在要请各位嘉宾 把我们截取来自世界五大洋的海水 注入到这朵三角煤 为电影交流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 好 现在让我们有请海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次贵 宣布本届电影节开幕 我宣布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 谢谢 好 有请各位嘉宾 注入五大洋的海水 让我们浇灌光影之花 让它绚烂盛放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次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愿文化融合共生 祝友谊天长地久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 好 可以入席就座 谢谢各位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今天高棚满座 这么多的友人来自世界各地 全国各地的电影人 都来支持了本次的海南首届国际电影节 我们也获得了领导的大力支持 还有呢 老百姓也等着在海滩上面 穿的比基尼 看电影太好了 好幸福 这是一个海南的盛会 更是一个全国全世界电影人的盛会 是的 百川归海 百葛蒸柳 一个崭新的电影航程即将开启 共赢共荣 共生共进 互联共同的梦想从未停止 天涯海角的歌谣永远相传 请到天涯海角来 共享光影 共享爱 朋友们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 主名歌手沈小岑金志文给我们带来 请到天涯海角来 有请 请到天涯海角来 这里四季春畅在海南岛上春风满 好花叫你许心怀 三月来了花正红 五月来了花正台 八月来了花正夏 十月来了花不白 有请 有一 两 三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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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由电影节的光影之旅才刚刚开启 是的 让我们共同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 让我们相约一幕共起旅程 也就是所有来海南岛的朋友们 万事如意 梦想成真 也就是我们共同预祝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